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节目 今天录节目的日子是2021年6月10日 这里仰卫新西兰的以德台仰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正向报道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次就想回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边新西兰发生着什么事 在昨天6月9日全国大约3万位的护士 进行了一次都颇为非常龐大的一次罢工行动 历时8个小时 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工作环境和钱不够 讲到大家都是为了钱的 当然了,现在都要讲一件事 其实大家面对现在这个困境 其实应该共度时间的,我认为 因为那些护士,坦白说 现在他们就说他们收钱收得少 所以他们就要罢工,争取高一点的生活条件 这个又要讲清楚一件事 我不是说护士不应该争取好一点的条件 但是现在其实严格来说还是有过疫情 还有一件事,社会很多行业的人都是找不到钱的 现在是,有些很多没有了份工 因为他们这样做呢 给那些份工都没有了的人看到呢 其实现在就会很生气的 是啊 我自己就觉得这帮医护 他们要求人工好一点 或者要求那些工作环境好一点 都没错的 如果整个社会的整体都是很好的时候 他拿这些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实就是现在社会整体上是不好的 无论那些媒体怎么说 说纽西兰怎么好,怎么好 说容易找到食,怎么说都好 事实上,现在这里找食是难的 那些地产佬都会跟你说 哇,这里现在的楼市很旺 但是实际上,很坦白说 这些谈话是骗不到人的 他死事都是说自己旺的 我很多东西都会找到石 我们就很老实跟大家说 就是现在那个情况呢 这儿找食是难的 因为所有跟外边有关的行业 基本上是停了的 尤其是是做旅游业那些人 基本上熬了年多都是吃谷种 不要说加薪 保住份工都有难度 你们的护士就出来说要加薪 给人的感觉是怎样 而最惨的一件事 这些东西其实某程度上是工党的人鼓励的 工党主要就是说新西兰和澳洲 其实有一部分工党的政客都是工会出身的 就由工会转了去工党的情况 但是呢 这一类型的政客呢 从来都是搞到社会是很麻烦的 我举个例子 这里有个人就是工党出身的 我不免得开他名字了 但是在这里住的人就会知道 他之前就说我们的唐人 炒贵了这里的楼 搞到工人买不起楼 他是工会出身的 工会我都赞成有工会这件事 但是不是让你拿来煽动一些民粹 现在在这里有些工会就煽动一些民粹 就是把矛头指向少数族裔和移民 这样就很不适合的了 其实整件事 你想一下是不是 就是没错工人是过得不好 但是不只是在工会做事工人过得不好 没有了一份工的工人是过得更加差 是 他们最惨的群力 而你们那些工会竟然就是走出来说要加薪 政府啊 都已经大头冻身了 是啊 政府是大头冻身了 政府都冻身了 那这些人就跳出来说要加钱了 证明了现在拿着装那些工党的人 就压不住工会那边的势力 甚至有些在工会出身的政客 是意图拿一些工会的力量 去执政那些人 执政那些人都不是做得好 坦白说我们自己经常都说 执政那些人都不是做得好 但是起码你要做到一件事就是 你让人感觉到社会是公道的 但是现在很明显就是 给人的感觉就是你们这些工会有 就是有特权的 这个工党执政这些 就是多罢工这些副作用 其实在澳洲就有一个真正的恶果在 为什么澳洲摩总可以拿装这么久呢? 其实就是一个原因的 就是普通澳洲人是怕这些罢工的东西 是怕得太厉害了 因为工党一上场那些罢工就 在澳洲就很狠狠地来的 在澳洲 什么都罢工的 什么都罢一大烂餐的 驾巴士又罢工 驾火车又罢工 轮着来的 做医生就少一些 但是做医生在澳洲通常都支持执政联盟 很少罢工的 但是你说护士又罢工 结果医生和护士之间又有很大的矛盾 是 什么都罢工的 又有什么不罢工的 就是澳洲或者新西兰都没得罢工的 工程师也没得罢工的 做就做不做就7就 就是会计师那些 你做就做不做就7就 律师那些就是 你做就做不做就7就 尤其我这行都是 IT 是啊 做找第二个组 是啊 所以现在就是 其实大家都不好了 老老实实 大家的环境 都是比正常的时间是差的了 你们这些人还要加工? 有没有搞错? 就是那些人是 对这些事情 开始越来越反感 尤其是教师那些罢工 大哥 现在的环境是差的 大家都知道的 喂 你们在这么差的环境还要罢工 有没有搞错? 喂 如果你环境好的时候 你罢工我都觉得情有可原 就是这里的护士都是专业的 我都要 我看到的护士大部分都是专业的 但是我也认识一些 专系管医院的人 在澳洲也认识一些 因为我们的朋友 本来在这里管医院 然后移民去澳洲 在这里我们也认识一些管医院的人 他们就绝对对这些医护是很反感的 对这些护士是极度反感的 为什么呢? 就是我回述我朋友的说法 喂 那些护士 好的是很好啊 但是坏的是很坏的 就是回到去 没东西做的时候 就躲在病房里睡觉 大把这些 其实有很多时候 管理的那些人 是看到那些问题 但是他什么都做不到 因为工会这种体制 就是保护了 最下最懒的人 就是扭曲了 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 结果就是保护了 最下最懒的人 我都说了 工会是有它的作用 但是当你的工会变质 保护那些 最下最懒的人的时候 那你的工会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呢? 还有你要看看大方向 看看形势是怎样 喂 现在环境 大家都是不行的 航空业有多少人被人炒了? 旅游业有多少人被人炒了? 他们有没有出过来 罢工罢市罢货 没有啊 就是航空业那些 他们是最惨的那些 没得罢工的 没得罢工的 是啊 连超市执货都要 现在飞机师都去超市执货 因为难道老实说 我们这些飞机师 就没有香港国泰那些机头那么高工的 那他 都要吃的 都要吃的 没飞机开 因为我以前呢 我最初 零几年的时候做事 刚刚911之后呢 那时候又是 航空业就很惨的 那时候 我在政府那里做 有一个机师 在那里执文件而已 做admin工作而已 不做啊 不做怎样啊 吃都没吃啊 大哥 生存啊 马上都要落地走 所以 现在这些护士 其实不只是护士 也有罢工在这里 我们之前好像教师都说 想搞罢工 但是 你在这样的情况搞呢 社会支持你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还有 坦白说 有些人不会在嘴上说 不支持你们而已 实际上 投票的时候就会 喂 工党 这些都押不住的 这些工会明明是和你们有关 你都押不住 就不投给你了 很坦白说 我是支持工人运动的 但是你都要看一下大形势先 喂 人人都扑街的时候 你出来罢工算怎样啊 就是为什么 我认为香港那些医护 都是这么黑人生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看看香港的社会是怎样 市面上的环境是怎样 多少人 吃谷种吃了两年 是啊 你现在出来和人说要罢工 搞错啊 你不用休柴优米就罢工 这些人仔 给人的感觉是这样 喂 香港的旅游业 是其中一大支柱 过去这两年 一潭死水 多少人因为这样 我们这里都是啊 我们这里都是啊 过去年半都是没有公开的 基本上旅游业是 现在有很多那些 就是 卖那些白人车 以前那些白人车 很多时候都是 送那些人 从机场去 酒店那些 现在很多人扔出来买 不做了 做不住了 只是送那些 隔离客 那些白根本没有用了 是生财工具 赚到钱 扔出去 现在社会就是 这么大事的时候 经济 你看这些数据好像没有东西 但实际上 有很多人在苦苦挣扎着 你就说有东西都不做 那对不对 工党现在执政 又浮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这里的人都发现了 就是为什么工党执政呢 更多人罢工呢 不是代表工人 已经执政了 工人工党嘛 是啊 他们根本都是压不住工会的势力 或者他们是有心鼓励他们这样做 鼓励他们 有一部分的政棍是 有一部分的政棍是 不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其实现在 很多人看到 就是我们的朋友 有些都是做生意 就是有些地方那些工会力量 是很离谱的 他不是有得谈的 以前呢 其实 以前就有得谈的 就是现在 工党它那个 支持度是很高的 自己都超过50%的时候 因为我们之前 早前才投过票而已 他现在就不谈的 以前都会谈一下 跟你 喂 人工那里可以怎么样 你叫他共度时间就难的了 现在 结果就是 那么 谈都不谈 很快就去到 要罢工的阶段 是很快 现在还有些情况就是 不告诉你会罢工的 野猫会罢工 是突然 是突然的 就是我们做生意的朋友 其实就被他搞到一副都是 给工人 其实大家知道一件事 共度时间 因为市面上有些行业 是没有问题 不受影响的 还好生意 但是 有很多行业 不是这样的 而很大事的就是 现在就是不好的那些行业 那些人罢工的 是更强的 就是那个行业是好啊 找到吃啊 反而那些人不想罢工的 因为你只要加工给他 因为你生意好呢 你可以加工的 有条件 你加到工给他 他就不罢工了 好了 如果做了一个生意 现在根本上完全不行的 其实在想着都要裁员的 你在裁员之前 竟然有人说出来要罢工 裁得更快 是大事到 你罢工其实是揽炒的 现在基本上是 不好的生意 变了 更快死 就是好像香港国泰有些空姐 又说这一样不飞 那一样不飞 又说要怎么样 又说公司不好啊 那些这样 这里其实是类似的 喂大哥 已经不好的了 就是公司要亏钱的 你还说要加工 就是要公司亏多些 喂 这样对不对 整件事是不对 是啊 那当你整件事不适合的时候 还怎么服众 就是当然了 就是现在工党那些 渣庄的人 就觉得说 喂 为什么现在这些人 有工作都这么穷啊 就是有工作都找不到食 要做两份工或者三份工 或者有些副业啊 这些是之前 比较右翼的政党执政的时候 製造出来的问题 事实上都是 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你不是用罢工这个手段去解决 你罢工是没用的 很多时候很多时候 以前呢 我们做都是怎么样呢 就是协商的 就是你让一步 我让一步 就不要搞到罢工这一步的 你一去到罢工这一步 就没得搞的了 其实就 现在工党执政 照计就应该是 替工人发声多两句 从中呢 可以透过协商解决很多的矛盾的 现在 现在看到那个情况就恰恰相反 是啊 但是 这样的情况下 究竟工党还能不能够继续维持 它这个高的支持度呢 我觉得它是特意这样做的 不停地在社会带动出一些运动 保持一个这样的矛盾在这里 这个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它们是刻意这样做的 以前 我也同意 其实它刻意这样做 反而 就是对整个工人运动都是很负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的社会 大家找到吃的时候 你再做些工人运动 要加薪金那些 我觉得社会是容易些接受这一件事 你看 大家都这么难的时候 你还要罢工 其实 给人的感觉就很恶劣 你在这儿无病身忍 没东西做那些是怎样的 难道我又搭车出来跟你罢工 是啊 他们不够街头智慧 很坦白说 我认识一些警察的 那些警察就很有街头智慧 香港的警察也是 这里的警察也是 做警察就要有一种叫做 Sweet Smart 就是街头智慧 这里的警察 他不会在市场很差的时候去罢工 他不会的 好的时候就加薪金 好的时候他才会要求加薪金 很多时候都不用去到罢工那一步 你护士有没有这么便宜 我都说了 我是支持工人运动 但是你不要这么笨 可以吗? 教书先生也是 所以我跟警察聊天的时候 警察是很蔑视护士和教书先生的 他们说他们这些人根本是无脑的 他们没有想过的 事实上他们是不会理大局的 只是 因为其实医生和护士都是一样东西 不是医生 对不起 是教书先生和护士都是同一样东西 他接触不到社会外面发生什么事 医生好一点 但是医生如果在公立医院做的都是 他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事 是 豆的那份量当然是非常疏干 而且他们的工作量也很大 每天就是上班下班 在公司里面 医院里面就听到那些工人怎么怎么怎么 在那里酥酥水 又说有些工会的工会 又搞了聚会 甚至甚至听起来 就觉得 哇 有关当局对他们真的不好 所以就站在一起去罢工 一起去参与这些工人运动 是 因为我们这里的初级医生都会罢工 又是 现在又在说 这些初级医生 其实是几样东西的 初级医生 护士 和教书先生 这几个 范畴里面的工会势力都是大 他们现在就说罢工 其实我老实说 现在一定要健康些 一定要做多些正健康这个节目 说多些健康的资讯 为什么呢? 如果不是的话 你病了一罢工就很糟糕了 是 你病了他又罢工 真糟糕了 马上死了 我们现在在笑其实是苦笑 因为你看到 哇这样也行不是吧 不是吧 整个社会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他们还说要罢工 经济其实 喂一池死水 没错 有些行业的人 是找到食 但是有些行业的人 是绝对找不到 很坦白说 很多人以为 新西兰的环境清幽 风景疑人 人以为 很好景 事实上 这个国家是存在了 极多的矛盾 而这些矛盾 是长期都没有人去 有心去解决的 现在社会对立 我发现自从工党执政 社会对立是严重了 尤其是有资产的 中产的 他们对这些工人运动 是极为讨厌的态度 再加上工党政府 向中产害盗加税 这一件事是制造矛盾出来的 是刻意制造矛盾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 我相信他们这样制造矛盾 都可以从中保持他们的支持度 令到某部分人 憎恨对一些有产的人 有资产的人 对他们有憎恨 觉得 哇 你有家屋 有资产 还可以出租一些 出租一家屋给人 那就是不用做 就找到吃了 这就是珠米大虫 要向他们宣战 一个这么平稳的社会 你竟然搞这样的事 有时候我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工党这样做 为什么不多些协商 你不执政的时候 你说在工会上 搞一些政治议题 甚至煽动一些罢工 我都情有可原 但是你现在已经执政了 执政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用他们自己 应有的力量 去缓和社会矛盾 但是他们不是 他们是在搞一些 制造一些噪音 阶级斗争 制造噪音 是啊 没办法 现在看到 他们其实搞完这一回合 就可能将工人运动都断送了 就是好像 就是你看到 为什么你要这样搞 因为你开装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东西 你可以调和矛盾的算数 是不是 你不需要搞到 这个矛盾浮了出来 还要影响到一般人 其实很多人 坦白说 你说医护罢工他们 他们是否支持 他们是不支持的 医护家人工 他们是否支持 他们是支持的 现实就是这样的 都明明支持家人工 政府就撥些钱去加了它 不用加那么多 加少一点 是不是 这些数据解决了 就是了 但不是 他们就不是 因为他们又怕另外一件事 就是工党执政的时候 又怕另外一件事 就是怕 给到反对党一个口实 就是说 理财不谨慎 但是呢 很坦白说 现在这样的情况 不需要理财谨慎的 现在这个环境之下 你谨慎都没用的 都是死定的 你谨慎的话 还死得快 现在这样的情况 因为现在是疫情 疫情的时候 你谨慎 又行那些比较紧的政策 结果是死得更快的 还有 还有一件事 现在太多争议性的决策出来了 副争议性的决策 比如 早那几天 这里我们讲一点就算了 因为完结了这节目去 早那几天 我们这里说 要建一条 只是给行人和单车用的海港大桥 那建一条这样的大桥 要用多少钱呢 就是差不多要7亿新西兰子 是啊 要7亿 那你计算港元是多少 你要想一想 它不是给车行的 它是给行人和单车行的 37-38亿港元 一条桥而已 是啊 给单车和行人 你想想有多少单车和行人 会去一条跨海大桥呢 下雨已经不会用了 坦白说 下雨也会开车 怎么会走去走呢 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 黏着线的 因为一直都在说一个 项目呢 就是建一条新的跨海港大桥 车啊 铁路啊 还有人都可以的 嗯 那现在他就说不建了 就是 其实之前也有说过 建隧道什么 那样 现在都是搞到一堆东西 看来 就是搞到一堆东西 不是很多都是 就是太多 太有争议性了 就是你一说 只是建一条桥 只是行人和行单车 你不行私家车的话 那其实 很多人会出来吵 因为建一条的钱 就是开私家车那些人给的 没错 现实就是 现在要气候温室 温室的climate change 要控制这个温室气体排放 我们要减少碳排放 我们要踩多些单车 而且我们要鼓励多些人踩单车 所以就起咯 花多些钱不要紧的 是对我们的下一代 甚至乎下一下一代 都是很有帮助的 事实都是的 但是 你要想一下现在 那个实际的情况先 你就可以这样一步到位 不是咯 很坦白说 还有为什么现在那些人会 就是开车反而比之前更多 那些人连巴士都不搭 哎呦 巴士会罢工的 很烦的 我就受过这些苦 很猛烦的 他失格到怎么样 我试过一次 走到中途 我罢工 还没到站 站在那里罢工 那我怎样 我只能够走路 他们这么疯狂的 一般有种罢工的方式 他不收钱 免费上车 那就可以了 我就支持了 但是他停在中间 就不走 走了 所以就是说 你罢工的模式 都要想一想 才可以 是吧 你不要影响到 对市民的服务 或者对居民的服务 那些人就支持你了 你想那些方式 如果要影响到一般人的话 没有人支持的 长期来说一定会收皮的 好了 节目时间到这里 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儿 再说其他话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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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